人总是会在不知不觉间失去些什么 玉子大学毕业后便什么也不做 成天待在家里 父亲同玉子母亲离婚了 开着一家运动品商店 擅长料理 一个人照顾着玉子 在大学毕业后 玉子便回到家中 什么也不做 整日宅着 睡到天大亮是常有的日 吃完饭也不收拾 漫画就随手丢在桌上 家里经营着运动品商店 因为父母离异 所以一直是父亲一人照顾着玉子 然而玉子这种吃饱睡睡饱吃的生活 让父亲很是着急上火 某天父亲终于在吃饭时发了火 玉子也不甘示弱 一致就怼了回去 冬天到了 玉子依旧继续着悠闲的生活 每天吃着父亲做的料理 同父亲猜拳一一说的人 去取游家又取暖气 就是要他在缓慢的节奏中 回来新年 冬去春来 未改变形象 玉子换了个短发 虽说和想象中的有些偏长 不过看起来是精神了些 玉子也开始填写简历 准备正装以应对面试 不过玉子心底还有个秘密 那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偶像 玉子 玉子特地穿上了可爱的衣服 让照相馆的小弟帮自己拍了些照片 两人约定对此保密 不过玉子父亲还是发现了些端倪 在看到女儿拍的照片时 父亲终究是没忍住 笑了起来 夏天到了 玉子骑车购物回来 途中偶然碰见以前的同学 本想视而不见 却还是被对方认了出来 玉子也只能尴尬地应付着 好不容易回到家 父亲却显得很高兴 玉子打听了下 才知道阿姨当父亲介绍了个对象 一个手工装饰品老师 有些抵触的玉子 偷偷叫上了照相馆小弟 让他同自己去摸摸这个老师的底细 在接触中 玉子发现老师是个漂亮和善的人 在轻松的交谈氛围中 玉子情不自禁地 抱怨起父亲的点点滴滴来 说是抱怨 玉子口中的却都是父亲的优点 回家的路上 玉子又遇见了同学 后者在等候列车的站台上 一个人啜泣着 远远看着的玉子挥了挥手 向同学告别 家里父女俩吃着饭 父亲突然说 夏天结束 你就从这个家搬出去吧 玉子先是吃了一惊 紧接着又释然地笑了起来 炎炎夏日下 玉子同周相关小弟坐在椅子上吃着冰棍 玉子已经不再是那个 只愿意宅在家里的懒散少女了 如今的她已经勇敢地走出了家门 开始了新的生活 不求上进的玉子 是由山下敦宏导演 向井康介编剧 钱田敦子主演的电影 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 将日常的生活真实细腻地记录下来 在非常小的格局中 展现丰富的情感 家里敦是很多大学毕业生 都曾有过的状态 而钱田敦子 把这种状态拿捏得恰到好处